我的頭髮 妳是只有捲尾巴嗎 怎麼這樣 好像是吧 這感覺能撐三天的一個禮拜 不只一個禮拜 像過年的時候媽媽都會這樣搞 對啊 就是初一到初五 美容院都沒有開嘛 撐很久 很好看 妳閃開又很美 對啊 但是又難解這個長度 它唯一一個地方不能上捲 就是下擺 不能 我們上面都先擺 對啊 結果它都在卷下擺 對 因為它下擺如果捲 就會顯得比較成熟 對 所以它都要弄直 也沒有一點點 妳要有這個長度 這樣就放鬆的感覺 對 不是整個Q上去 它整個Q上去有一點太成熟了 如果有跟它類似困擾的人 下擺不要那麼彎 那不要那麼彎的卷 只要用平板夾去卷 可以用平板夾 因為其實它也不能太短 它要有一點長度會比較好看 太短然後又卷 就太老氣 對 先把它的下擺調長一點 這是它我們條的下擺 你現在就會覺得它上面就是太彈條 然後其實可以 很像有一種傳統的日本媽媽 很貴系的那種 對 就是我們把它拉掉一點點 可是它有個地方一定要蓬 它的根部 你要把它推膨一點 然後尾巴推直一點點 對 妳看它就這樣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浪漫喔 還有女人味 這樣好漂亮 這樣跟老師的妝就會很配 它這樣很像曠美名 對 很像 其實它只要頭頂這裡 有一點膨起來就好看 它千萬不要整顆頭 它都只有頭頂這些 好貴氣喔 要膨 好好看 真的喔 真的真的 好好看喔 你真的跟周始玉的衣服好不配喔 對啊 好好看喔 其實這樣子 威姐妳是細節再借一下 好 衣服會換裝 好好看喔 因為你看它這樣子 其實就會很符合有國際感 國際感 好好看耶 有深邃輪廓的佑南姐 畫上歐美感眼妝 還有性感的紅唇 最後用電棒的頭髮拉紙 髮跟夾蓬 整體造型真的很有國際感 很像神力女超人呢